小兔子的友谊旅程 在一个美丽的花园里住着一只小兔子 小兔子每天都快乐地和花朵们玩耍 一天,小兔子偶然发现了一个害羞而孤单的小青蛙 它躲在树荫下 小兔子心里一动,走过去和小青蛙打招呼 并邀请它一起探索花园 它们发现了许多美丽的花朵和奇妙的昆虫 分享了快乐和惊喜 尽管有时候它们会有分歧 但是它们总是包容对方,一起克服困难 通过这段友谊旅程 它们学会了尊重和接纳不同的观点和习惯 从此以后,小兔子和小青蛙成了最好的朋友 它们经常一起分享快乐和探险 它们共同学会了如何包容和理解彼此的不同 小兔子和小青蛙互相拥抱 周围是其他动物们围绕在一起 共同庆祝它们的友谊 牧师 Snyder 联系历祝 11973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